诶 你知道吗 日本把过剩的蔬果做成蜡笔诶 真的吗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诶 你是做这个吗 对啊 这是它啦 诶 它只有十个颜色就要卖八百块 这样不太奢侈啦 八百块 也太扯了吧 诶 会不会是因为它经过欧盟认证 安全无睹啊 但是 这样好像也太扯了诶 啊 是因为它用米汤油跟蔬果粉制作的吧 这两个原料这么神奇吗 还是呢 那不然我们一起改良 我们一起来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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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所绘制而成的图片来得更好 在外形上 我们特别选用了 可爱的动物造型 借此吸引小朋友们的注意力 而这个尺寸的蜡笔 即使是学龄前的小朋友 也能轻松抓握 我们的蜡笔使用 飞气果皮从中 萃取本身蔬果色素 例如高丽菜外叶 红萝卜 咖啡渣 以及火龙果皮等 制作出环保无毒的蜡笔 达到循环经济 若孩童不胜物时 也不必担心身体上健康的危害 我们所制制的蜡笔 价格经济实惠 由上表可以得知 我们所制制的蜡笔 约落在30元上下 相比下图日本市售蜡笔的价格 89元还要来的经济实惠 用更少的价钱 买到更好的商品 推出DIY包的方式 让大众可以做出 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蜡笔 且在过程中 不仅孩子玩得开心 家长用得安心 成分公开透明 从无到有 在制作过程中 也可以认识到 不易见到的蜡笔原料 让孩子了解到 自己使用的蜡笔 是由许多不同材料 组合而成的 父母也可以一起带领孩子 探索不同的领域 优优独播剧场